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常会对繁琐的生活感到乏味呢 你是否是实时为复杂的人际关系感到疲惫 今天《明编见书》系列节目 我们就一起在书中去寻找答案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的副院长 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副社长陈海娟女士 请她来和我们分享这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 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哲学课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海娟 我们大家在生活和工作当中 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 在此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被讨厌的勇气》 为什么要分享这本书呢 我想先问大家几个问题 或者跟大家一起设想工作当中 或者生活当中的几个场景 比如说像我昨天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我这两天的事情非常忙 但是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 希望我能在下班之后 去帮助他排解一些家庭的矛盾 说句实话 我时间真的是很紧张 但是我考虑了一下 我还是去了 因为我怕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 因为他是我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这种情况下 我帮他处理完了家里的这种事情 听他倾诉了自己烦恼以后 我手头的工作 还是得继续加班到深夜 也是很无奈 如果说您经历过刚才我 我把他们的工作 都看到了 因为我们有什么朋友 我都知道 不是 然后我 会发现 我来说 我来说 你好 好 给全球千万人带来了启迪 为什么说它又现代呢 是因为它的哲学思想虽然流传了几百年 但是在现在的环境当中依然常用常心 能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非常多的困惑 那么阿德勒一针见血的指出 我们的一切烦恼归根结底 可能都来自于我们对于人际关系处理的不得当 那么人际关系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 如果说我们再把人际关系做一些细分的话 阿德勒又把它们分成了三个课题 包括交友课题 工作课题和恋爱课题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课题呢 阿德勒给出了我们一个基本的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首先的第一步 要学会课题分离 详细室 每个课题 这些课题 那是一个课题 我也告诉大家 我学会课题 就像中文字一样 我们在这种课题 有这个课题 我只是课题 我刚才试课题 我刚才试课题 我在这种课题 要听什么课题 我说 我自己试课题 所以我们去创设题 我们来解决的课题 我来说 我们很容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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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我接纳和他人信赖的基础上 我们还要善于建立起他人贡献 那么所谓的他人贡献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 从事一项工作或者做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究竟是基于主动的立场 还是基于被动的立场 好比说我举个生活中的例子 假如昨天晚上我做完饭以后洗碗 如果说我仅仅把它当作一项家务劳动 那么大家可以接下来 我理想一下 对自己的完善和和谐 也许我们和外界才能达到共融和共洽 我们自己也才会在这样的一种良性氛围当中走得更远 享受到更多的幸福 《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从出版以后 可以说给很多人带来了心灵上的启迪 我也是这本书的受益者之一 让我们都拥有被讨厌的勇气 迎来自己幸福的人生 谢谢大家 再见